花莲东海岸风光相当具有吸引力 最近两年游客到花莲首选 就是要到严寮地区的休闲观光地点 而流息驾行的更是万人空向 当地的业者和民意代表表示说 目前东海岸已经朝着生态休闲为主的旅游模式 农业转型与客部容缓 农业观光单位应该适时给予辅导 促进在地的农业发展 东海岸连线农田土地 南北辖场广泛 而近日主管机关废止了 东海岸台11线东侧农地总量管制措施 当地居民表示肯定 居民表示 海岸农地的转型 休闲农业已经是未来的趋势 万辖的农业与观光单位 应该辅导促进海岸农地 低密度的发展休闲农业 就整个的一个原料地区因临海风大 整个在种植农业方面是不可行的 但最近因为发展这个露营 以及整个一个观光产业的一个 继续的一个向上的逢波发展 我想土地的一个有效的利用 土地的制定上 政府土地的制定上的一个应地制宜的方式 也是要重新来检讨 整个沿海地区所设限的一个部分的话 土地的解边上农地的使用是能够更放宽 朝向一个观光休闲农业 让居民人做更有效的一个利用 像观光产业露营这方面的一个来做 我想这个部分能更符合老百姓他们的生活上所需要的 在地居民也认为农地有效利用 朝地密度来发展多元规划 才不会局限在地的发展方向 而活化农地让青年回流找到发展的利基点 是政府应该要协助辅导 决策高层好了 他们能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说 在地生活的这些人 农民也好或者是居民也好 他们真正的痛点在哪里 跟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 那万一呢中央所想的可能是比较文字上面的啊 比较可能他们在他们的逻辑上面 没有办法跟在地的居民或是农民 有一个很密切结合的时候 然后所做所做出来的一些决策跟政策 那就真的很有可能会 就是无法苦民所苦啦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蛮可惜的 海岸农地的发展牵扯土地的规划与利用 而土地的国土安全更是重要课题 从十年前的民宿发展到目前 延辽村海岸线上最夯的旅游景点 事实证明农业的转型休闲生态之旅 更能够有效改善旅游与产业的经济成长 记者林杰 寿风采访报道